走 快走 走一点 老敢跟着 快点 快点 快走快走 快点 快点 外边怎么了 是不是谁要得罪皇上 快点 可能是 走 怎么这么多人 可不是 小二 怎么回事 都是些读书人 写字他写出毛给来了 哦 这么回事 大哥 我谈国事 咱们俩不读书不写字 陡大的字不识一声 咱们怕什么 想犯那个罪 还犯不上 那是 小二 倒酒 这不是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说那个哀仔的主 是写诗文犯的事 对 我们俩不读书 不写字 当个好良民 犯不了那事 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首发 他叫沈承卓 沈承卓 又来了 好好好 那儿怎么回事 那儿呢 那儿写什么 清汤鱼 快摘下来 倒酒 喝酒 喝 回来 你们刚才说 你们叫什么 我叫徐首发 我叫沈承卓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我们写不好 让帐篷先生写 好好好 是这么写吗 对 好好好 真是一不留神 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 拿下 是 我们什么也没做 我们什么也没做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这俩名字怎么了 徐首发 沈承卓 是吗 是啊 首发乃头发也 沈承卓 卓卓青山 乃山顶光秃秃的 你儿的名字合在一起 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 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 替发之志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 大人 这要从哪说起 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世 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不 手发沈着 这难道是巧合 若不是别有用心 又做和解 老爷 带走 这边 走 走 走 叫什么叫 走 我的妈呀 这女河马该没事吧 没事 莫开口 快干活去 快走 那儿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这儿 走 走 快点儿 为何停下 老爷 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移力的犯人 快快带走 快走 快走 快点儿 走啊你 快点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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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往后走 走 往后走 快点儿 去你的 快点儿 过什么过什么 往后站 走 往这儿 快点儿 快点儿 回去 走 爹 你还得实施指教他 上回经您指点 他的步子顺眼多了 不了 看得远 还要练 那哪是 你得把那要紧的结骨眼上的绝招 都传给他 爹 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 女婿可顶半个儿 胡说 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 还是小子会说话 今儿干 我就兜底的告诉你 杏许 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 遇事不难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快说 知之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 老台山错了 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事之也 不知 杏许 咱们两个是谁错了 是你错了 还是我错了 爹 孔老夫子可是说 又生瓜蛋子了不是 孔父子说了 把剩下的话都搬出来了 那你就照剩下的话做吧 那你就听好吧 古往今来 造杀神之祸的 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我有些明白了 这就叫绝招密典 你呀 什么都明白 可是你呀 可是你呀 什么都别说明白 你什么都清楚 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老台山 那我小剧我该说什么话呢 该说什么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 你什么都别说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你什么都不明白 来 我敬老太山一杯 多谢老太山指教 干杯 来 倒酒 不 夫人珍酒 珍声 珍声 好好 我来我来 爹 您瞧瞧你女婿 敬您一点拨呀 她倒是显出威风来 马上 酒装送人的 老太山 您跟她骂我 什么酒装送人的 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 我在家的时候 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 动不动就抢我的酒服 一点面子都不给 来 干 干 干 是 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不能怕老婆 我在朝上不能说话 回家又不能喝酒 这过的什么日子 是 这过的什么日子 来 倒酒 也却不要紧 去把庞儿叫来端菜去 老婆 过来 站上 满上 满上 别走 还有我爸的 满上 满上 让你出口气 你倒是喘上了 踩我几眼了 别去她不行了 喝多了 快 快来 快来 老爷子到床上去 老爷子来 来 老爷子 老爷子 快来 你先出去 我跟夫人说话 去吧 哎 不许他 再喝了 再喝就糊涂了 那是 我考考你 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今夕是何年 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 跟我回去歇着去 那要是解错了呢 呸 醉了还不老实 那好好说好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这谁不明白 举起酒杯问青天 这么圆的月亮 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错了 错了不是 怎么错了 你倒说说 应该这么解释 朱明王朝啊 你就像天上的明月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家 哎呀老爷 你可真是喝醉了 怎么不说八道 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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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诗是这么解的吗 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 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那儿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 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 就是写实作文出的事 那这这书该怎么解释的 哎 老爷 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 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 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 说 那你为什么要饮这首诗 你追我干嘛 是你念的呀 哎 老爷 床前明月光仪式地上霜 那也不能念了 举头望明月低头死故乡 这简直是高呼反清不明的口号了嘛 斩不设 走不 跟我喝酒去 你坐好 咱俩喝酒 好 我给你满上 哎 老爷 那月亮 就不能说明月了 哎呀 我说你那个糊涂娘们儿 你干嘛非得给名字过不去啊 你就不能不说明字 你竟不能说 不能说是 圆圆 千雪 你把老五的绝招啊 全学会了 要么 要么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对 对 你就是这个意思 都又睡了 来 喝个酒 好 哎 买上 给你买上 这是我的杯子 好啊 我再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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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这坐这坐 稍微有一点松懈 各位走 何大人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何大人 各位早到了 刘大人 来 刘大人 那使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 一嗓的穿味 那麻辣烫 刘大人没去尝尝 你不爱吃辣的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不敢不敢 王大人所做不须多看 一定聚聚在里 聚聚实实 您还是看一看 不敢 看看 写得好 刘大人 你们山东的大葱 能有这么长吗 你看你这写的啊 这几句 哦 这么长 刘大人不会说话了 哑巴了 怎么回事 上朝 好 上朝了 走走走 王大人请 您请 帮助 传我圣朝庙号 圣祖圣宗 君要缺笔攻写 凡称前朝 一律家伪或匪 凡此语中 讥讽圣朝圣智者 隐晦其词 寝入灵贵者 已经查出严惩不殆 颁布此律 可于寻月之内出血旷征 使九州四海 只闻五皇圣训 如是 我圣朝圣日 必若天地长存 与日月同归 与日月同归 臣请圣上诏准 皇上 实在汪大人所奏 也正是奴才之所想 望皇上准奏 朕准了 照此通逝全国 皇上英明 万岁万岁 万万岁万万岁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刘庸 今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 刘庸 你怎么不说话 这是怎么了 皇上 他哑巴了 他哑巴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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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皇上 自从圣旨下达之后 全国上下周到府县 一片安宁 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朕倒安静 尤其那个刘罗光 本也不揍了 话也不敢说 他成哑巴了 不敢说 微言之下 他惧怕 朕原以为他是个宁舍不完的大仗子 不过如此 是 是 皇上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没错 皇上 听说刘悠还是个剧内的主 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 有这种事 不过 能够为美人洗脚 也是一大宴福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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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 皇上 实在是十万火急 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又是十万火急 什么事说吧 皇上 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 没有记出文字了 这 这是谁涂抹的 刘庸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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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我的嗣酷全书还能剩几行字 还能剩几行字 你 刘用此举事别有用心 人家都不说话了 你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搁下来不成 臣没有那个意思 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嗣酷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 皇上 农子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 全呈哑巴了 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有这种事 我看必有联系 必有内幕 必有阴谋 此事要仔细地查访才是 这怎么回事 灰皇上 都贴上了 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 这也好 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当铺 饭馆 这都分不开了吗 不 看幌子 看幌子就清楚了 你瞧见没有 这也没刷 这也没字 咱抓谁去 快都安静了 这人怎么都不说话 不说话好 省得给您惹事了 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变了 很快就要过黄河掠长江了 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那西元的唱曲怎么办 光比划着不出声 这奴才都没想过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 光比划着不读出声呢 这香卖吗 你说句话呀 说话 说 说 干什么 干什么 别别别 不不不 我们还有事 忙着 不不不不 明儿 干什么你 你刚才说什么了 明儿 明儿 明儿怎么了 拿下 干什么你们 只要你张嘴说话 就没个跑 你 你们好大胆子你 大白天敢乱抓人 把他放了 站住 妨碍公务一律同罪 你敢 岂有此理 拿走 是为朝秦命官大白天抓人 我要 这可是皇上的圣誉 看清楚了 你得说清楚 我到底发了哪一条 是啊 他发了哪一条 不明白 他刚才说敏儿 你们都听见了 明儿是什么 明是韦珠王朝的旧国号 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 如此 那贼不抓还抓何人 你 带走 走 你们走 你不走 走吧 快 万岁爷 走吧 来 怎么把咱家老爷打成这样 就是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得走呢 是吗 皇上爷不吃也天亏 固然呀 一样抓着呀 照打 哎呀 现在就是 放屁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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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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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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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哎呀 往这边 快点 开门 老爷 慢点 老爷 老爷 快来点 快点 把老爷扶过来 快点 老爷 快点 快点 老爷 老爷 这是怎么说的 比老爷打成这样 是啊 还有人敢打老爷 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老爷 你看把老爷打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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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醒醒 老爷醒醒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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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醒醒了 老爷 我给你抓了 没事 别怕老爷 这是在家 老爷别怕 这是家呀 这是在家 老爷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这成什么了 不是就说了个名吗 说的是 老爷 不是说名 你说名 老爷 老爷 快点 老爷 您这是拿水了 拿水了 拿水了 老爷 老爷 手机 喝水 喝水 老爷 喝水 都给我说话 说话 说话 现在老百姓不说话 你们也不说话 文章点击的字都涂抹光了 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 那我中华 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 朕之所以要大张文王 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 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 不是 这可不是朕的初衷 不是的 你们都说话 给我说话 皇上 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 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 而非让人不说不邪 只要用心端直 就可大邪特邪 大说特说 像臣一样 无论书文言谈 均为因盛举而感到不方便 因为臣心怀坦荡 纯净如水 这么说 我这大清 现在就剩下你的一位忠臣了 臣不敢狂妄 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 你混蛋 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我想听别人说话 要不然我的大清就完了 滚下去 是 六王 你是辅国重臣 你来告诉朕 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 使百姓不再作哑装聋 皇上问您 我练的这是什么功 我练的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 无稽道人的云守功 不是 皇上问您 我练的这是第一套 还有一套 皇上要学 改名我交给皇上 算了 算了 皇上您怎么不学 我练的这是第一套 还有一套 我练的这套 八王 那 你说说 皇上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闭嘴 九王 你说呢 我看 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 你废物 皇上 您今儿想练的 您要是今儿想练的 那我 我 皇上 今儿又不想练了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 你们倒都不说话了 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你 真是让你 好 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 是不是 你们 好 朕不问你们 朕我谁都不问 退朝 退朝 有用 臣在 好 刘庸 刘庸 你到底是说话 你不再装了 朕就是要听你说话 刘爱卿 你说什么都可以 只要说话就好 现在万朝文武都不说话 百姓们都装聋作哑 这样下去如何了的呢 给朕出个厨业 朕不敢说 朕恕你无罪 对 臣有一本奏上 这就对了 驾 扯上 扯上来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 王仲直 王仲直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本王 坑害百姓欺上玩下 欺所作所为 乃举我孔孟之道 回我中华文明 坑害百姓 云我百姓 致使全国上下 无人敢说 无人敢写 此乃亡国之举 其罪魁祸首 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 王仲直 皇上 刘用他一派胡言 居心不良 你看我诸口 杨爱卿 说 皇上 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 广收民心 则 必须拿汪仲直识文 并昭示全国 且汪仲直自己狂辈之言颇多 说他前日有份奏折 怎么 尚有 若天地常在 与日月同辉 一句 有 有这词 日月为明 明不就是说 朱明王朝 与日月同辉 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皇上 是啊 皇上 臣绝无死一 王大人 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王仲直 按你的说法 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皇上 臣该死 臣该死 王上 王仲直一直说他该死 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说来说去 这最坏的人 是你啊 推出五门斩首 吾皇圣名啊 把他推出去 皇上 我冤 我不是那意思 我冤啊 皇上 我都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大清朝 皇上 圣名啊 皇上 皇上 圣名啊 皇上 你圣名啊 平身 谢皇上 这下好了 大家都敢说话了 是不是 老师 刘爱卿 平身呢 谢皇上 爱卿啊 看起来这不说话 也够吓人的了 说多了也吓人 不怕 你尽管说 臣不敢说 你说 皇上 您往宝座上看 您再往上看 千皇首书正大光明 皇上 按照汪仲直的解闻示意法 您天天坐在这儿 原来是为了光复出名王朝啊 行了 咱不再说这事了行吗 以后 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不招 说来说去 差点把阵也绕进去 是 这个王仲直 真是该杀 该杀 嗯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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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